對於美英澳AUKUS聯盟,我倒是有看法 它為什麼要跟法國終止財動力潛艇的合約 首先,它交貨時間要2035年之後 其實這個東西已經不符合澳洲的需要 澳洲是沒有敵人的,澳洲周圍是沒有敵人的 它幹嘛要造潛艇呢?當然主要還是針對中國 但是澳洲跟中國的距離大家很清楚 如果你是才動力潛艇的話,基本上可能最多30天 十幾、二十天之間它要浮出水面,因為它要換氣 所以澳洲根本這個傳統動力的潛艇對它其實是沒有用的 柴動力就是柴油動力,也叫常規動力潛艇 台灣有的時候把潛水艇叫潛艦 他說澳洲沒有敵人,實際上就是澳洲的領土 它沒有陸地上的鄰國,所以陸地的領土糾紛不存在 那麼領海呢,它周圍跟它有可能有領海糾紛的 應該就是巴紐,或者叫巴新,巴布亞新幾內亞,以及印度尼西亞 這些國家甚至遠一點的有新西蘭 國力跟澳大利亞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而且這些國家和澳大利亞歷史上也沒有什麼過多的恩怨 那麼有可能的敵人就是中國大陸 而且最近澳大利亞明顯的站對了 是吧,也有的人說就是中國逼的 是吧,中國太咄咄逼人了 當然就是中國不咄咄逼人 他也不會跟中國站在一塊 他的盟友 是吧,作為一個傳統的基督教的白人的 講英語的國家或者民族 他的盟友肯定是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 五眼聯盟 對吧,恩格魯、薩克遜人 這個是沒跑的 那沒有用他為什麼要買 因為他本身的潛艇已經非常老舊 他急於要更新嘛 那當初美國並不賣給他 所以呢他只要找到法國 但是法國的才有動力潛艇 其實說相對是落後的 相對是落後的 已經不符合澳大利亞現在的需求 因為他的對手基本上是中國嘛 所以呢你和他 美國外國的核動力 他的那個航程夠 他不需要浮上水面換氣嘛 他頂多就是那個 那個士兵的那個日常飲食的那個補給而已嘛 所以他從澳洲 那如果進到南海這邊的話 這個只有核動力能夠滿足他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做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而且美英呢 美英是把整個核動力的技術轉移給澳洲 共享技術 你要是澳洲總理你也會這樣做啊 因為那個違約金三億多 三億多美金啊 相對於那個那個 潛艦的費用 法國一直給他增加費用嘛 本來是六百億美金嘛 現在聽說要增加到一千多億了 法國就搞這一套 一直給你增加預算嘛 所以我覺得 覺得這個澳洲這種做法是沒有錯的 沒有錯的 因為他哪有敵人 他周圍哪有敵人 他除了針對中國 他哪會有敵人 以他的距離來講 傳統的柴油動力 對他真的沒有一點用 所以這個選擇是沒有問題 我認為沒有問題啦 法國人啊 原來說六百億 增加到一千多億啊 這也是獅子大開口 是吧 咬住誰了 就狠咬一口 不撒嘴啊 這個法國在歐洲大陸上 還算個強國 在世界範圍內已經衰落了 法國不過一直跟這個英美唱對台戲啊 二戰的時候 英國人 法國快不行的時候 被德國快打敗的時候 英國人提出了一個倡議 說要成立一個聯合國家 叫法蘭西啊 不列顛聯合國家 意思就是從法理上吞併法國 法國也拒絕了啊 最後就讓德國人給打敗投降 維持了一個西南部比較小的傀儡 叫維西法國 後來這個諾曼底登陸之後啊 這個戴高樂啊 又跟英美翻臉啊 非要讓法軍先進入巴黎 主要是他手下的勒克萊爾將軍的部隊啊 當然這個事情激怒了法國啦 法國本來小鼻子小眼睛嘛 是吧 但是我問你啦 馬克爾能幹嘛 他也不能怎麼樣啊 我違約 我陪你違約軍了 你還能把我怎麼樣 但是這個事情倒是會有一個後遺症啊 就是說 可能 中國跟 中歐的那個貿易協定一直被擱置 有可能因為這件事情啊 這個 這個法國會主導 跟中國貿易協定 中歐啦 中歐盟喔 不是那個 是歐盟跟中國的貿易協定 有可能會恢復談判 這個其實馬克爾他只能幹這些事啊 因為那個 莫克爾下台了嘛 莫克爾下台現在大概 歐盟的老大現在大概就是馬克宏 德國的新總理目前還沒有什麼特別的名氣嘛 特別的聲望 所以這要是這樣下去的話 有可能對中國有一個優勢 就是說 中歐的貿易協定有可能重新開展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說 澳洲也有核潛艇 之後呢 那他對中國的包圍力度會加大 會加大 接下來可能日本也會要求要有核潛艇 你澳洲都有我怎麼可以沒有呢 是吧 也就是說美國在組織一個包圍 中國的包圍圈呢 這個他是越做越緊實啊 基本上澳洲本來是個反核國家 澳洲是個反核國家 他早期呢 連美國的核動力的那個潛艇 他都不願意讓他靠港 澳洲他們要一個綠色家園嘛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澳洲居然捨棄了 這個法國的傳統核動力潛艇 改買美國的那個核潛艇的話 基本上澳洲的態度是180度轉變 這個整個整個世界在改變 當然這個主導已經是美國嘛 你說美國是有能力主導這個世界 共同來反共的 美國跟中國當幹 他是絕對足夠的嘛 但是美國這樣國家 他在任何時候他都要找到很多很多的夥伴 因為這樣的話才能所謂的那個什麼 所謂的一個合法性嘛 全球來包圍你中國 我美國跟你中國對幹就有所謂的合法性 美國人厲害在這一點 哪怕他打一個小國他都要打一個包圍戰 所以說不可否定 美國還是世界唯一超強 取你那些反美的我覺得很可笑 我真的覺得你們很可笑 你對美國了解多少 對美國了解多少 你反什麼美啊 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哈 這個每次美國的對外戰爭幾乎啊 都有一堆的盟友啊 韩戰呀 越戰呀 海灣戰爭啊 是吧 美國都是這樣啊 這個也彰顯了自己的這個感召力 道德的感召力 還有他強大的這個凝聚力啊 盟友非常的多 正式的盟友就有將近六十個 有條約的 中國呢 金燦榮說過 只有一個勉勉強強算 甚至還都不是 隨時能翻臉 就是北朝鮮 所以中國誰都靠不住啊 人家是一堆 是吧 打你的時候是一堆人 即便你是好漢 你都難敵四手啊 即便你是惡虎 害怕群狼 全世界哈 當你們還在談什麼的時候 傳統文化的時候呢 全世界在爭奪的是太空的 貴心軌道群的 而這個實際上爭奪最厲害 是美國兩家私人公司 就是馬斯克嘛 跟貝佐斯嘛 馬斯克跟貝佐斯嘛 馬斯克跟貝佐斯 兩家私人的公司 在爭奪太空的軌道群 而且打得不可開交 中國的朋友 還在這邊反美 還在這邊談傳統文化 你們會不會覺得 你們離這個世界太遠太遠了呢 我是覺得這群里都是大男人 是吧 大家都是男人 都是大男人 要談的就是 基本上傳播一點知識 然後呢 傳播一點世界現狀 傳播一些科學發展 傳播一些未來世界的趨勢 如果到今天 還在群裡談傳聞呢 談的東西不一樣 證明中國大陸落後 真的落後 但是很多話題不敢聊啊 這個遮遮掩掩 話到嘴邊留七分 不是留三分 是留七分 甚至留九分 所以這兒的國家 實際上還在文明的門檻之外 大門之外打轉了 根本就沒進入文明 是吧 當你連話都不敢說的時候 你能有什麼科技發明嗎 什麼科技創新 制度創新 你不可能的 他的群裡 他媽的吃逼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小男人 非常非常的小男人 然後呢 還要 心除異己這樣 就很可笑啦 大家都是 都是成熟的人 不是來聊天 真的 我覺得男人聊天是件 很噁心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我一直覺得大男人聊天是件非常噁心的事情 我從不聊天 我認為 進群它是有目的的 傳播一點真相 然後呢 吸收一點別人的知識 但是我認為 我認為啦 我認為啦 東家場西家團 那個婆婆媽媽式的聊天 真的群裡可以不要 真的可以不需要 你看看啦 動不動一兩天千條啦 誰聽 過多的垃圾資訊呢 掩蓋了一些有價值的資訊 這就是你們這些老男人 危害這個群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那麼反對呢 每次想進群 看看有沒有什麼好的資訊 還有很多人講說 貿易戰之後呢 那個中美的貿易順差更大了 其實這個不是說貿易 貿易戰的效果不彰顯 其實美國還有很多很多稅 他並沒有刻嘛 加上因為世界的疫情的原因 你看東南亞疫情多嚴重 越南現在多嚴重 所以有很多訂單回流到中國 這個是有的 但是這個不是說 中國現在有多少競爭力 而是其他國家的疫情嚴重 我在去年我就講過 疫情期間 中國還有一線生機啦 當世界疫情過了之後 中國的外銷將會斷崖式下跌 當然我們沒想到說 一波又一波啦 一波又一波的那個疫情 一直沒有停歇的那個跡象 所以現在你看印度 越南 印尼 這些東南亞國家都在疫情當中啊 所以呢 訂單 轉到中國這並不奇怪啊 並不奇怪 不是你中國有多少競爭力 真的不要誤會這一點啊 千千萬萬不要誤會說 中國很有競爭力 而是人家在疫情當中沒有生產力 疫情總會過去嘛 難道疫情不會過去啊 未來的問題會非常嚴重 像現在中國的停電問題 將會 逼死所有的 所有的高科技 他必須要離開 以前呢 高科技離開可能是一些政治問題 現在已經不是政治問題了 現在是切身之痛啊 我們東莞現在一個禮拜停三天 工廠啊 工廠一個禮拜休三天叫 我現在為什麼有時間跟你聊天 我今天工廠被停電啊 是不是 那這個問題怎麼辦 我們傳統產業還可以承受 高科技承受不了啊 高科技承受不了停電之苦 而且沒有期限 而且不預警 不預警 隨時想停就給你停 這一波下去 會把所有 最後還留在中國的外資 徹底的給逼走 未來中國 不可想像的可怕 未來中國會 經濟崩塌 會不可想像 不可想像的可怕 所以呢 群裡沒有人在談停電啊 你們覺得停電沒有什麼 我看到這個停電 這個事情會真的 要了中國經濟的小命 真的會要了中國經濟 你最後苟延殘船的一條小命 好不好 停電啊 會要了中國經濟的命 他的觀點 那些都要翻牆才能打開 那些都是進 這個中國的能源 為什麼突然短缺 當然很多人說 是跟澳洲的那個貿易戰嘛 沒有進澳洲的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實際情況 我不敢說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我認為這是有點內部的問題 內部的問題 中國缺煤也不會突然去得這麼嚴重吧 而且現在是夏天 冬天還沒到呢 冬天一到工暖怎麼辦 工暖需要更多的煤啊 各位中國的朋友 你們未來要面對的事情 尤其是北方朋友 你們這個冬天你們怎麼過 自己想清楚 還有時間在群裡打嘴炮啊 佩服你們 真的服了你們 生活中有什麼問題 你們自己都不去面對 現在還在議員 美國好不好 美國好不好 他也是世界老大啊 而且沒有老二的老大 是不是 嗯 沒有老二的老大 美國啊 這兩天這兩天有個新聞啊 不知道 可能各位不會關心這些事啦 科技的新聞啊 以群裡這些人的水平 大概不會關心這個問題啊 但是我想說一下喔 美國要求三星跟台積電交出他的那個庫存的資料 還有他銷售的資料 也就是說他做的芯片賣給誰 這個資料美國都要 但是他又說了一句話 你不給唯有 各位你要知道 像台積電跟三星這樣的企業 因為他關係到科技最新的科技發展嘛 那美國他既然要打壓中國跟俄羅斯的科技 他當然的源頭 科技源頭不就芯片嗎 他當然要管控台積電跟三星芯片的流向 你做的到底賣給誰啊 其實這個東西喔 美國是有的喔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講喔 台積電跟三星都有FBI進駐 台積電跟三星都有FBI進駐 也就是說你東西做好了賣給誰 我美國是知道的 我美國是知道的 這一點它代表什麼 我可以徹徹底底的在芯片上做好管控之後 你中國的最高端跟俄羅斯最高端的科技 你就無法發展 你就無法發展 當你的比如說幾音速飛彈 幾音速飛彈那個是要靠那個 超級電腦的嘛 超級電腦運算導映的嘛 然後這些東西呢 很多人說哎呀 沒有那個28奈米的芯片就可以用了 這個真的是自欺欺人的喔 28奈米跟現在的3奈米你在差多少嗎 功能差了大概500倍 500倍啊各位喔 一個直角蓋的芯片 28奈米的話頂多1億個電晶體啦 3奈米的話 基本上達到500億個電晶體 各位 一個芯片裡面擠入500億喔 500億喔 500億個電晶體 那不是好玩的啊 多放了一個電晶體就多一個功能耶 所以也就是說 當你美國現在的國防武器 重新設計的喔 現在開始開發的武器 是用台積電的3奈米的芯片的話 你中國俄羅斯還在用28奈米 你覺得有競爭力嗎 他說的幾音速飛彈 應該就是超音速導彈啊 大陸的話 要知道啊 飛彈 飛彈跟武器幾音速飛彈 那個那個差異都在幾分 0.0幾秒是差異啊 我比你快0.01秒 我就可以先把你幹掉了 是吧 所以 所有的 國防科技才需要最好的芯片 才需要真正最新的芯片 但是很多人開始誤導說 不用啦 飛彈用28奈米的喔 就夠了喔 當然夠啊 那就飛 那精準度不如人家嘛 所以美國人 他要打壓你的高科技發展 他從芯片開始 從芯片開始 而這個芯片其實你知道 除了台積電跟三星有能力之外 英特爾也有一點辦法 英特爾現在七奈米都還沒搞定嘛 台積電現在三奈米已經馬上要量產了 年底到了喔 馬上三奈米就要量產了 這個速度 跟它功能 那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即使你現在出門有飛機坐 你還硬要坐馬車 那沒辦法 你說我的馬車也很舒服啊 是沒錯啊 你可以坐你的馬車 反正我有飛機坐 那你說 飛機跟馬車怎麼競爭呢 這是兩個層面 整個層面嘛 美國人很清楚 你中國跟俄羅斯的科技 確實 最新來有長組的進步 但是你的科技是偷的啊 你的科技是偷的啊 所以你底蘊不夠嘛 所以美國找到你一個 一個弱點就是你沒有芯片嘛 所以美國開始從 川普開始管控這個芯片之後 到今天才一年啦 一年啦 一年多而已吧 華為 華為被台電斷芯片 也在去年9月14號的最後一批芯片嘛 到現在才剛滿一年啦 華為快不見了 才剛滿一年啦 芯片被斷供才一年 華為都快不見了 你覺得這個時間發展下去 中國的高科技發展 會呈現什麼樣的狀況 很多人可能還沒有看出 中國科技發展的瓶頸 因為時間還不長 因為這個芯片被斷供 時間並不長 時間在延續三到五年 你就會發現 中國所有的高科技發展 都會斷層 不但是原意踏步 甚至有倒退的跡象 有倒退的跡象 然後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的科技一直在發展 一直在發展 結果你現在不但 中國不但沒有進步 還在倒退 時間一拉長 這個就完全不是一個等級的較量 完全不是一個等級的較量 我們承認中國這些年 確實軍工科技發展得很快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但是你所有的科技底蘊不具備 你不具備科技底蘊 你沒有辦法獨立發展 你就被掌握在人家手上 所以這些東西長期下來 不光是從貿易經濟 國防外交 各方面全面的圍剿 中國未來的前途非常慘淡 加上國內這些莫名其妙的停電 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有搞懂停電的原因 我不知道群體有沒有哪位高人 看懂國內停電的原因 好了你說你能源不足 你也不會突然吧 你不會突然全國都沒有煤發電了 那你說要發電呢 發電成本太高 不願發電 這個都不合邏輯 這個都不合邏輯 我不相信這種說法 那真正的原因呢 可能都不是我們這些人能理解的 是不是蕴含了一些鬥爭在裡面 有人說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電力的政變 我不敢肯定 但是我有聽過這種說法 我也會談一下孟晚舟的事 我也不覺得說是什麼美國的妥協 什麼中國贏的 什麼孟晚舟怎樣的 我跟你講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根本的原因是華為不存在 華為沒有價值 我抓你孟晚舟沒有任何意義 華為現在還看到他的手機 華為今年的手機是去年9月14號 包了一台747飛機到台灣 把所有的他們跟台電 訂的芯片一次運過來 因為去年9月14號之後 台積電就沒有再給華為供應芯片 所以這一年來華為基本上已經沒落了 當然明年我可以跟你保證 華為明年沒有一顆的5G芯片 華為明年沒有5G手機 你放心明年絕對沒有 這樣的華為還有什麼好跟你打的呢 華為已經沒有任何價值了 也就是說現在再去審判 審判孟晚舟沒有任何意義 美國人只做有意義的事情 我打你也有意義 你都不知道我打了我打你幹嘛 趁這個時候就把這個人情做給加拿大 讓加拿大把它放過來 因為加拿大可以換回他們兩個被抓的俘虜 所以說美國人做事 不是你想的那麼表面的東西 如果現在華為很強 華為現在很厲害 孟晚舟回不來 回不來 美國早就覺得你華為都沒有價值了 我順水做個人情給加拿大 又有什麼不對呢 但這個卻被中國人拿來 你看那個到處什麼什麼什麼 我覺得可笑到極點 看事情請你們看他事物的本質 不要去看那些表象 表現是土共在玩的 土共只要玩這些表象 如果我們民主群人都看不清楚真相 看不清楚本質 還在跟著那邊 跟著那邊風向轉的話 我覺得太可笑 群裡確實有人在帶風向 我看得出來 我看得出來很多人講話都是土共的口吻 都是這個德性 但是無所謂 無所謂 大家都不是那麼傻 既然大家 那麼有興趣在民主群裡面玩的話 應該 應該認知還是比一般人高了好幾個階層吧 所以誰在帶風向 誰在幹嘛 大家都很清楚 雖然那個戲演得非常的賣力 不過我跟你講我用膝蓋講 我用膝蓋講 我就知道你在想什麼了 好不好 這些五毛 自幹五 幾歲了還在當五毛 還在當自幹五 丟不丟臉 丟不丟臉 而不噁心 我認為澳洲是個神奇的國家 澳洲真的是個很神奇的國家 你看 第一 他在南太平亞 他是個比較偏遠的國家 而且他人口才2300萬 跟台灣人口一樣 澳洲人口跟台灣一樣 但是你看 他無意不予 他每個事情他都要參與角 這個跟他們的民主性可能是有關係 我認為澳洲應該當年是美國 而是英國流放罪犯的地方 所以這些人 我認為罪犯並不是壞人 罪犯不一定全是壞人 但是罪犯一般來講比較彪悍 所以澳洲人有延續這種彪悍的性格 他什麼事他都參與 每次戰爭他都參與好不好 而且他都有參軍都有派部隊過來 所以你看整個南太平洋的自由行情權 澳洲是叫做最賣力的 第一個要求要病毒溯源的也是澳洲 所以他才被中共被土共給打制裁 問題是你中國制裁不到他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就不用再說了 澳洲的鐵礦或者煤礦 現在人家價格又漲了多少 銷量也沒有減少 這給了澳洲人很大的底氣 我的這個是硬通貨 開玩笑我的煤礦跟鐵礦硬通貨 我可不是紅酒紅龍蝦那些小東西 澳洲人越來越有底氣 所以他這個核動力的潛艦非常可怕 他可以在水底下一潛幾個月 不用上來 也就是說他可以在太平洋的深水區 自由航行完全抓不到他 你說他這個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各位澳洲擁有的核潛艇的話 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這絕對不是一件小事 絕對不是一件小事 買馬克風就叫就叫 沒有人理他 法國在這個世界上的影響力 其實越來越小 而他本來那個才有動力的潛艇 對澳洲其實一點用處都沒有 真的人家澳洲要改成美國的核動力 而且美英兩國是給澳洲整個技術轉移 未來搞不好澳洲可以生產核潛艇出售 這對澳洲的國力是一個極大極大的提升 而澳洲他有這個底蘊 我說他的礦產太豐富了 澳洲人也是真的是 我認為澳洲人真的是比較有正義感的 這真的是民主性的問題 你一個總理要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人民同意 澳洲政府做到這個程度 如果沒有人民的同意 他是不可能敢這樣做的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整個澳洲人的表現 江啟臣 不是那個朱立倫朱立倫沒用 朱立倫他不是那個什麼 他現在被叫做紅統倫 第一朱立倫的選票只有八萬多票 連過半都沒有 一個百年大黨八萬五千多票的選上黨主席 首先表示這個黨沒落了 這個黨沒落了 而且他是在野黨 國民黨是在野黨沒有政策可言 他憑什麼實行政策 他有什麼政策可言 他又不是執政黨 他只是一個比較大的在野黨而已 所以他沒有任何影響力 而認為我說 現在因為張亞中的勢力還在 張亞中雖然得到六萬多票而已 但是張亞中的勢力還在 我是認為張亞中可能會帶領他的群眾 全部加入民眾黨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判斷 國民黨將被裂解 這一次被裂解很厲害 國民黨本身已經沒有太多影響力 加上這一次本土跟紅統派的較量 他們最後把朱立倫選上 沒有把張亞中選上 我覺得這也是 國民黨還是有一些有勢之勢 因為他們知道張亞中一上台 國民黨就徹徹底底的泡沫化 但是張亞中沒有上台的話 張亞中的勢力還在 很多人會認為說 他們會把整個勢力帶往民眾黨 但是不管怎麼樣 國民黨泡沫化是已經不可改變了 泡沫化是已經不可改變了 所以我還是非常非常相信美國 很多人說美國沒落 美國什麼 我覺得這個都是 都是一些沒見過世面的人在講的 美國人幹事情 那真的不是你想像的 人家那個綿密 那個整密 那個一連串 一環接一環的那種動作 你去看美國人幹任何一件事情 這個多可怕 誰能跟他玩 這個事實上還有誰能跟他鬥 沒有人 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 我認為全世界聯合起來都幹不過美國 不要說一個國家 你就仔細給他觀察他們做事翻滑 做事翻滑 他們衝動了嗎 他們突兀了嗎 他們哪一個政治不是環環相扣 一環接一環 考慮之整密 之細密 時間之長 你看 我之前就說過了 之前很久以前就說 十年前 十年前 那些傳統產業幫鞋子採購商 十年前就跟台商講 你們要離開中國 否則不會把訂單下給你 所以為什麼傳統產業 台商廠 那些高部那個議員 最高的時候有18萬 一個廠18萬 現在沒有 所有的傳產一夕之間都搬到東南亞去 它不是偶然 美國政策早就已經把你要把你趕過去了 所以說任何一件事情 在美國都是十年以上的計劃 而且執行下來十年以上 我之前也談過美國在台協會AIT 以前只有四五百平米 在新一路 台北新一路 一個小小的辦公室 人家現在變成三十亩地震內湖 變成一個他的東南亞軍事情報中心 而這個也不是川普幹的好不好 這歐巴馬時代就開始蓋了 那你就說 歐巴馬的政策 川普有沒有執行 有啊 那川普也執行 川普的政策 拜登 他也在執行 你說 共和黨跟民主黨輪流執政 他們的政策完完全全是延續下去啊 這美國他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官僚體系在運作 比如說 你美國總統可以很很很昏庸 但是人家整個官僚 技術官僚的體系運作得非常順暢 不是 美國的國策不是任何一個總統可以改變的好不好 任何一個總統下來都要延續這些政策 所以美國人雖然共和兩黨似乎表面上看起來不可開交 但是人家政策延續性沒有 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做得更好 哪怕台灣也做不到 台灣國民黨跟民進黨的政策都是大轉彎的 台灣的國民黨親中嘛 民進黨親媒嘛 但是只要是國民黨上來他會繼續親中 民進黨上來他會繼續親媒 他的政策是不延續的 這台灣最大的問題嘛 因為台灣的民進黨跟國民黨幾乎四不兩立 四不兩立因為他的政策是180度的差異嘛 所以兩黨一上來他的政策轉彎是非常可怕的 這個是很不健康的 也就是台灣都還打不到真正成熟的民主國家 美國是打到的 所以美國的國策他的政策 不管哪個黨上台都是延續的 拜登選上的時候 我是川普的 我現在說我是川普的 我擔心得要死啊 我怕你拜登不延續不持續那個川普的政策 但是你這幾個月看來有嗎 有啊持續的很好啊 拜登還在執行川普的政策 雖然是政敵喔 但是因為你是國家政策 不是你個人的意願嘛 所以如果你們在說美國默認 我只能跟你講 你是小孩子在看世界 好不好 最後對群裡這些人只有一個希望 只有一個要求 一個大男人把觀點講完就可以休息了 不要喋喋不休 很讓人煩 也讓人惡心 我也不相信你有那麼多觀點可以講幾天幾夜 幾天幾夜講不完你有那麼多觀點 我靠你是誰啊 一個人呢把你想說的話講完 把你的觀點講完 把你要傳播的真相傳播完 就可以休息了好不好 把空間留給別人 不要嗎 動不動幾千條 誰看得了 那我想請問你 現在是夏天 現在是夏天 電力都這麼的緊缺 冬天要供暖 冬天你們北方要供暖 我們來方是沒事的 你們北方要供暖 那要燃燒更多的煤炭 怎麼辦 如果今年不要停電 連供暖都沒有 你們北方人怎麼活 你們北方人怎麼活 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在北方生活過 我甚至這輩子看過下雪的次數都沒幾次 所以這個問題是你們北方人應該比我們更擔心 我們南方人頂多要停電 死不了人了 你們停止供暖會不會死人 我不知道 今年從澳洲進了美是零 不是漏減是零 但是人家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買了澳洲煤再加價賣給中國 他這個叫做自己砸自己腳 但是這個問題好像不是主要原因 應該不是主要原因 因為澳洲供給中國的煤 也是幾千萬噸而已 也沒有達到說影響中國整個電力供應的程度 確實是沒有 沒有到那麼大的程度 但是中國大規模的在停電 這個問題絕對不單單是澳洲煤的問題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所以雷建穎先生 他居然以前不讓你們用煤要用電 那表示中國是不缺電 中國電可以多到說 你不要用煤要用電 那怎麼會突然缺電缺的這個程度呢 是吧 我們這邊一個禮拜是休三天 你知道嗎 停三天電 聽說還有 江浙一代還有開一停六的 表示說這個整個那個 能源的缺少不是小事情 是大規模的 大規模的 這個改變太大了 到底問題在哪裡 很多人還沒有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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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缺電 所以這個缺電的問題 將成為壓垮中國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 很多外資呢 還對中國還有一點眷念 那這下一停電他們不走不行 因為 他們沒有一個解決的實現 到底什麼時候會改善 沒有人知道 所以說這停電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好不好 這個真的是 一般人可能沒感覺到 企業的感覺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滅頂之災啊 這對企業來講 這種停電是滅頂之災 地產它是眾多稻草之中的一根 那我就最後一根是停電 這個電會是最後一根 因為房地產本來就一直存在 大家都知道 但是它還不算最後一根 它只是稻草之中的一根 它只是稻草之中的一根